请各位 JQuery 其实就是什么 JQuery.com 这个网址 JQuery.com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个API的Document 这个API的Document 其实就是他的所有的说明文件 所以JQuery Mobile里面 那其中会有个JQuery里面的H 这个H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因为将来 你只要 会有大量资料 你要一个一个的帮你抓出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要指定的位置 也许是 某一个变数 或者是某一个阵列 那都会用到H的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将来用到的机率还蛮大的 那他基本上要 要做什么呢 就是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呢 一定要给他一个array 给他一个阵列 然后呢callback就是你要做什么动作 也许你这边可以给他一个 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匿名方法 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是做什么事 就是逐一的帮你把资料 一个一个从阵列里面抓出来 所以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他会一个个帮你放在那个 某一个key里面 所以这边当然后面底下 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一些 范例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从1.0的版本就有资源 OK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 的部分 那我有把 我的 这个 程式 上个礼拜的程式 我把它贴上了 不过是贴到那个 拆 让他拆是 几月 就是 几月份的那个 这个原始码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原始码底下 这一串 其实你可以 假设你 前面的东西没有存到档 你就第1个 一样就开一个新的网站 那新的网站 也许我这边是叫CH03 你可以再建一个CH03的网站 那建好一个新的CH03的网站之后 你再开一个新的 新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一样是html5 OK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在这里面 再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这个 这个CH03的这个页面 为什么要先插入一个CH03 因为你如果没有插入一个页面的话 他不会帮你把CH03相关的函事库 引用进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 自己慢慢引用啦 不过我觉得自己引用很麻烦 插入一个页面 他自动帮你引用 而且 先帮你做好了 否则的话 你那很多地方要自己来 那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加一个page好了 自动他会帮你引用这些东西 记得你就先怎么样 把它储存一下 反正刚开始 一定要先做这些事情 那给他一个CH 比如说我们这边03 之15 那你就把这个15 因为已经有了 一个15的话 我就 再加一个 一个test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那你存好档之后 再把刚刚的那个 如果你前面上个礼拜 没有存好档 你就把这些 再贴上 来做修改 这样的话呢 至少 你就会有 基本你需要的那些程式 后面的话 在run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直接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上个礼拜的东西就出现了 你再改这个 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改为清单 改为允许多选 那允许多选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多选的状态 不过呢 多选完之后 第一个 我们view 部分 解决问题了 可是再来就是说呢 当使用者真的多选之后 那你程式的部分 要做哪些修改 OK 基本上 痊愈的部分 其实不需要 但是需要 还是需要当他按确定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 痊愈的地方不需要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砍掉 第二个的话呢 中间这一块 当他click之后呢 我们要 跳出问题 这个其实也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只是 比较简单的 不需要先给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很简单 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反正就当他按确定之后 我去执行哪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的话就在这里 就是点他之后 执行这个 那这个里面的话 当然不是判断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头尾 其实最后 基本上就三观光了 等于是留下原始的状态 那里面到底逻辑要做 什么样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撰写的部分 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因为这程式其实并不复杂 那我这边写 写的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呢 因为我将来按下确定之后 他要能够怎么样 先显示什么 先显示 开头一定要是 您有空的月份 更为 然后这边的话 换航 有没有 换航的话 那因为我将来会输出在一个P 或者一个DIV里面 那它是一个网页的元件 所以如果我要换航的话 后面记得要加一个什么 加个BR BR的话呢 他就帮我换航 换到这边来 OK 那后面的话呢 要加上两个东西 一个是4月 一个是6月 所以第1个 我先宣告一个什么 Stream Stream的预设值就是 您有空的日期为 加个BR 有没有 就这个东西 先开头吧 那后面的话呢 再把它串在后面 就好 串什么 串就是他选的那个 4月到6月 那这个4月到6月 因为有可能一个 有可能两个 有可能多个 那我不知道有几个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需要 一个可以让它 放多个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宣告一个什么 Relight 不过这个Relight 你不能够只是一个变数 那我就宣告成什么 预设值给它一个 正列 但是这个正列呢 是空正列 因为我还不知道说 它里面应该要放几个 所以特别最后 将来如果说 你要在JavaScript里面 宣告一个正列的话 那你就给一个 就是一个中刮壶 OK 这个表是什么 我现在我要一个 正列空间 但是我还不知道说 使用者到底有选了几个 OK 好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接下来呢 我就 宣告一个i i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index 这个index 指的就是第几个 那我刚刚讲过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JQuery的里面的一个 H的一个方法 不过这一群的方法 他必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说 你的东西 所以前面有一个selector 这selector是根据 什么 哪一个东西里面去抓到 什么呢 抓到你要的资料 那他抓的方法 特别注意 跟上个礼拜 讲的那个单选 还有一点点像 上个礼拜那个单选 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的 这个id 叫什么名称 那因为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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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 他的id 我们之前有给一个id名称 叫month 那这个month 下面呢 我需要抓到的 就是说呢 他有可能有slate 也有可能unslate 就是有的有选 有的没选 所以记得后面加一个冒号 冒号 在下一层就是说 你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就是说 如果当他是打勾的状态 打勾的话就是slate 如果他是slate的话呢 那请你帮我each each就是每一个都帮我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后面 请你帮我做什么事 刮糊 后面这个方学是一个匿名方法 这个匿名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key 就是id 就是第几个 通常会从第0个开始 第0个之后的话呢 他会怎么样呢 帮你去 存放这个资料 存放资料的话呢 就是 他把那个里面有打勾的 先帮你抓出来 可是抓出来之后呢 他会是一个 里面抓到的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 一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里面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元素里面的字 抓出来的话 好 那我可以用什么 把这个字抓出来 后面加一个test 也就是把这里面的字抓出来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点test的话 他里面抓出来的话 会是那个 那个元素的 名称 那就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东西 分别 加到这个什么 result 有没有 就像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 那这个空阵列里面本来没有东西 那我逐一什么 0 因为h的话是 先抓到第1个 放进来 换下一个 再抓到 换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也就是说他会 中间的并且加上逗点 就第1个 逗点第2个 逗点第3个 所以你如果打勾很多个的话 放在那个 relate 的时候 他会 一直间隔 反正不管有几个 他都会帮你放在这个阵列里面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希望把 您有空 的月份为 刚刚已经有这个 有这个讯息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 再把它串在后面的话 那当然我后面的话可以什么 String 就是上面这个 您有月份的月份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 加上加等于 OK 然后呢 因为我后面这个result 它里面 是一个阵列 可是这个阵列呢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 把它里面的资料 快速的全部抓出来的话 在JavaScript 里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加上一个 点ToString 用这个ToString的方法 它可以快速的帮你把 里面是一个阵列 快速的帮你转换成一串 文字 然后呢最后再加上一个换行 其实这个换行好像 可加可不加 因为最后这个地方换行 好像也没 OK 这边如果把它 这个把它删掉的话 应该这个也OK 因为下面没有东西了 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String 怎么样 丢到这个output 里面让它显示 所以最后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呢 当然第1个 点击它 因为它是一个 Multiple 所以你可以 多选 多选完之后呢 当然它会先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那如果按下确定的话呢 它就分别 先建一个 你有空的月份 然后在里面找找看 有的话呢 帮我把它分别抓出来 放在这个阵列里面 最后 把它输出 所以按下去 你有空的 月份 为 有没有 1369 刚好是我们上面的东西 就帮我输出了 OK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 并不复杂 但是里面会多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叫H 这个H非常重要 因为 将来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 要从资料库里面抓 因为资料库呢 可能不止一笔 所以你可以用H的方法 或者常用的像什么 从那个网络上抓Jetson档 不一定从网络上 只要你档案是Jetson档 也可以用H 帮你把资料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之后 那也许可以塞到这个阵列里面 最后把它tosuit 就可以帮我把结果给输出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这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程式其实并不多 但是 这个地方可参考 将来如果说你要用在那个 多选上面 就可以逐一的把资料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那完成的那个画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 云端上面 我有把那个 完成这个变化题 就是改为多选与输出结果 这个范例 完成的画面 这边呢 放在云端上 所以 那不过这个地方 完成的 这个画面 我是先放那个 这个图档 请各位自行 感受一下 哦 哦 谢谢 咱们